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达加斯加岛比台湾大了16倍 但经典杂志在这一期里面 特别介绍马达加斯加岛 我们看到很多的边设 我们看到很多的胡侯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这边的作者 并不是外国人 而是台湾的台湾小孩 那这个作者自己 花了很多时间到马达加斯加岛 去采节 去记录 去拍摄 所以我们干脆就将这个作者 请到我们的摄影棚现场来 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 游从伟先生 游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游从伟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所硕士 泰雅盾头蛇新物种发表者 十多年野外观察经验 多次参与国内外自然探索节目拍摄 现为绿字人文创负责人 还记得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里 搞笑古怪的各种动物吗 它们可是真实存在这座岛上的居民 无论是探头探脑群聚生活的狐猴 或是眼睛可360度旋转 随背景变色的变色龙 都是这座岛上的动物明星 这个被南北回归线包围 跟非洲大陆维持着 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的距离 让岛上动物的祖先 能够跨海到来 在演化上又不会有太雷同的发展 而保有自己高度的生物多样性 赶快来看看 马达加斯加还有什么 令人不可思议的生态惊奇吧 但是我们先讲 实际上从台湾到马达加斯加岛 缺人一定不多 当然但是我们小的那边 真的有些很特殊的一个野生动物 也跟你讲他们特有种 所以我们来谈谈看 实际上是你 为什么会跟马达加斯加 先扯上关系的这个因缘呢 我想就是我们是学生物了 以前这种学生物 我们就抱持了一种 想要像古代那种 博物学者那样子飘洋过海 去做研究 去到那种各种生物 对象性非常好的地方 去观察各种生物 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虽然现在博物学家 已经改名叫生物学家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 抱持了一样的梦想 那在这个世界上 有好几个类似马达加斯加 这样子非常的高生物多样性 而且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那我就是 后来就决定说 第一站就是先往 这个马达加斯加去 是 听懂 实际上我们特别在跟观众们 做解释了 高生物多样性的台湾本身 就是一个蛮著名的地方 特有种比例也蛮高的 当然还有一个吉内亚岛 对 它也是很特别 或是我们临近的婆罗洲 也是特别 那马达加斯加岛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跟其他大陆上的特有种 在长得实在有点不一样 它是因为海峡宽度到 400公里宽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400公里宽的原因 让他们当地的猴子从 比方说狐猴子从欧洲大陆 不小心怎么过去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种类 从一种演化成大道跟大猩猩一样的 然后小道跟小老鼠一样的一个狐猴 所以这个的一个特有种的一个过程 跟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对 那马达加斯加这个岛 本身这个路快 是属于刚往那大陆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表示在地球行程之初 它就是那整个 盘古大陆的其中一部分 那后来就是经由这个地壳飘变 然后它会动来动去以后 动它目前现在这个位置 然后它们飞到最近的那个点 大概是400公里左右 那这个距离的话 对于生物跨海波浅来讲 它是一个还蛮远的一个地点 所以蛮尴尬的 太远就飘不到 对 那这些狐猴的祖先 它们大概在6000万年前左右 那当时的状况也许去狂风暴雨 然后把一些树枝什么 吹到河里或者是海里 然后这些树枝飘着飘着 会自己聚集成一团树枝 有点像是一个小船这样子 然后这些 这些狐猴的祖先 可能刚好在这个船上 然后飘着飘着飘着 然后可能飘了一个月 或者是更久 来到这个马达加斯加 那其实这个事情 也许发生很多次 但是只有一次成功过 因为狐猴本身是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比较没有办法 长时间不吃东西 不喝水 但是爬虫类像是我刚刚提到 变色龙 变色龙就是比较容易达成 这个长毒破千的生理条件 因为变色龙是变温动物 变温动物比较可以容忍 长时间不吃东西 所以狐猴到这边来 从一种狐猴就演变成多少 一百多种 大概是一百零五种 一种演变成一百零五种 然后体积有大跟小之间的 全疏的一个差别 最大大概像大星 大星鲸那么大 然后大概体重 大概两百公斤左右 最小就是 三十克 大概大概三十克 就是像老鼠一样大而已 但是我们讲的 像大星鲸大的狐猴 已经是灭绝了 灭绝了 实际上是要跟观众朋友讲 人类跨到这个岛上的历史 变没太久是不是 是 大概只是在公元前 五百年左右而已 然后刚刚主持人提到你说 那个已经灭绝了 那是像大星鲸一样大的狐猴 大概它的灭绝时间 是公元前三百五十年左右 那表示人类到 马达加日教大概一百五十年左右 就把 那个大星鲸 对 都把他们逼到灭绝了 是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 实际上从马达加日教 加导本身的物种多样性里面的 物种的演化 跟人类近以来的时间 可以看看我们人类是如何 跟这个大自然是扮演 大自然界的最低名的杀手 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像有另外一个蛮有名的历史 大概是说 有一种鸟 大概形状像头鸟那样脚很长 脖子很长 那个叫象鸟 象鸟是马达加日教的特有的一个类群 然后最近一笔的记录大概是有四百年前左右 有一个法国的一个总督 那他在他的日记里写说 他在窗户外面看到象鸟跑过去 那这是最后一笔比较可靠的记录 那表示他大概四百年前灭绝了 灭绝 对 那个象鸟其实蛮可惜的 因为他大概有三点五公尺那么高 体重大概有四百公斤 比鸵鸟大得多 那如果这个东西 这个物种现在还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想会是一个非常 非常惊人的一个生命 那他理论上三点五 那比鸵鸟大到四倍左右 对啊 对 也演生出来 四百公斤 我们现在谈 那实际上以你选择到的马达加日教道 你大概前后也待了几个月时间在那里是不是 我前后大概总共两个月左右在那边 是 是 是 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在那边还要拍照 还要交朋友 还要去研究 其实上他某方面是一种 当然你念的是相关的这样的科系 某方面是一个人生 就是自业的一个 跟你的工作好像混合在一起 但实际上还有他的困难是不是 是 因为马达加日教 毕竟以前台湾人去得非常少 那大部分也都是走马抗花 并没有太多很深入各种 比方是热带丛林 或者是一些荒漠的地方 那所以我必须参考很大量的一些国外的 不管是科学报告或者是书籍 那这些刚好 刚好我去马达加日教 之前是当兵的时候 那大家知道当兵的时候 如果有空闲的话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那我就是只能看书 那就是因此有非常充分的时间 去把这些资料通通K起来 是 实际上我们今天点杂志在创刊初期 也做了一个很大型的探索谈一个南岛与族了 所以这个南岛民族的时候是 台湾是最北的一个大岛 在最西实际上到了马达加日教岛 所以某方面马达加日教岛跟台湾还有一点 发源于同一个祖先的一个 同一群祖先的一个因缘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来谈 实际上是谈这个马达加日教岛 除了你刚才谈到的一股狐猴 它已经变成了马达加日教岛的一个象征 是不是 所以它是我同时以前去过的时候 那个数量是多到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你怎么来形容这些狐猴们大大小小之间 在你不停地探索人跟自然间互动的过程之间 你自己发现了多少的有趣的乐趣 这些狐猴其实他们 他们整个演化历史来讲没有见过什么人 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多天敌 因为其实马达加日教岛是在岛上最大的天敌 也不过就是大概跟柴犬差不多size的一个 一个我们叫马达加日教长尾狸猫 虎猴真的怕他们 但是对于人来讲他们没有接触过 所以还蛮多的虎猴在野外是 是可以靠到蛮近的 然后他也不会怕的 然后甚至有些私人园区 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放一些耳药 然后会喂养这些虎猴 那这些虎猴就会很大方的 比方跳到肩膀上 过来去讨死 那我觉得这些动物跟人类之间的信任感 是建立在于说他们不知道人心险恶 然后所以他们过来 但是很好的是 现在大部分人去那里看虎猴都知道要保护虎猴 那不像是比方非洲大陆上面的狮子 或者是大象 那这些动物本身因为比较巨大 那再加上说在非洲大陆上面 大家知道人是从非洲大陆演化出来出走 所以这些动物看到人类基本上是从一个竞争者的角度在看人类 所以他们的对人的印象已经刻在基因里面了 对那但是在其他地方比方 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那时候还拜这个电影的宣传 就变成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岛屿 那除了刚才谈到的虎猴 当然还有特别的 我们每个同事在编辑看到这个可爱的变射龙 都觉得好可爱好可爱 实际上这个变射龙也是因为当地的独特的一个 怎么讲 封闭的一个地理环境 所以变射龙在边的变射龙 又跟非洲大陆上又有点不一样 是 那变射龙来到马拉雅之家 也是经由刚刚讲的可能是台风吹到 吹下来的这些汁液 然后送到 飘送到马拉雅之家 那因为变射龙本身我刚刚说是他是变温动物 所以成功率比较高 那来到 从变射龙 从非洲大陆来到马拉雅 大概是两次 一次大概是六千五百万年前 第二次大概是四千七百万年前左右 那第一次来的变射龙主要是一些比较小的 我们说枯叶变射龙 它就像一片枯叶那么小 最小大概 全世界最小大概不到三公分 最大可能差不多十公分 都不大 那第二次来的就是比较大型的 像世界最大的 还有世界最大 国王变射龙 奥利斯变射龙 它们整个长度大概可以到六七十公分 所以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整个变射龙可能分布在比方西亚 或者是西印度群岛 或者是非洲 其实含盖的范围还蛮多的 但是全部加起来大概是185种左右 马拉雅之家占了大概80种 是 那么大的一个范围 但是马拉雅之家是相对小 所以我们可以说马拉雅之家 占这个变射龙的多样性是最高的 除了这个著名的这些去马拉雅之家看的动物 它实际上它的面包树也蛮好玩的 狐春树是不是 狐春树或者我们称之为猴面包树 那它有点像是有人把树拔起来后 倒再冲再种下去 所以我们说什么树倒狐春树 所以叫狐春树 是 可是这个在非洲地方也蛮多的 这基本上比较没问题 植物的飘样过海人力 相对算起来比较强嘛 所以它在自然界的演化在马拉雅之家 马拉雅之家上面的猴面包树 到底跟非洲大陆上有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猴面包树的种类 再不好分 你看上面这张图 这上面如果不说的话 大家可能会觉得同一种 其实是两种 你看这一个最右边这一个 它的树干从最下面比较粗 到上面变细 所以它是一个九瓶状 然后像这一棵还有中间是很直的 这个就是不同种 非洲大陆是两种 然后澳洲有一种 马拉雅之家有六种 所以全部所有的狐春树 加起来是九种 但是有六种就在马拉雅之家 所以某方面它也是保存了一种 特别演化出来的 一个很多样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 一个基因库在马拉雅之家的 我们说它是一个有点像是 诺亚方舟的概念 它带着一大群 这个特有的生物 那其实本来这个大陆的这个飘移 它是跟着马拉雅之家 跟着这个印度这个岛 印度其实以前是个岛 然后往北飘 飘到一半 马拉雅之家留在原地 但是印度这个岛 往北继续飘飘飘飘飘飘飘 飘到印度现在那个位置 它是撞上亚洲大陆以后 然后让这个喜马拉雅山抬起来 那我们说这个中间这个过程 就有点像诺亚方舟 因为它载了一大群 非常特有的生物 听懂 对 是 它很特别 所以它某方面跟台湾的这一块 是有点不一样的 跟台湾的一个行程那边 台湾是从海底冒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最老的大陆里面 上面承载着一些原始上就有的生物 动植物 是 所以它是一个另外一个 有趣的一个形状 你现在还想办法 就是说自己还想办法说 看看可不可以呼群引伴 带大家到马拉雅之家早 去做一个什么 自然界的一个探勘探索 或者叫亲子体验 这个要又玩又工作把它放在一起 你觉得这样子的想法 有成功的可能吗 我觉得是还蛮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说怎么叫做玩 玩的事情是 是你从中获得乐趣 从中获得体验 或者是获得成就感 我们叫玩 那所以 如果当你抱着一个这样子正向的心情 去进行你的工作的话 我认为你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对 那如果说工作对你来讲只是工作 然后玩只是玩 也许 也许你就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去想说 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到更好 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对我来说我获得乐趣 我获得成就感的地方呢 我应该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带着大家去做 马拉雅之家探索这方面呢 我是蛮有信心可以带给大家 比方大家以前也许有人去过 但是一般的女生可能就是 有点像是沾酱油这样子 带你到几个比较大家知名的点去看而已 那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深入到 以往没有人带你去过 但是我认为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 然后来进行生态探索 是 除了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马拉雅之家探 实际上在台湾也做了一些蛮有趣的事情 前一阵子依稀读过一个叫什么 泰雅盾头蛇的发现 这个物种被新发现 好像也是你做出来是不是 可以跟观众朋友说 什么叫泰雅盾头蛇 那经由我在我的研究大概在2009年开始 然后一直到2011年研究已经几乎做完了 那做完研究之后 到投稿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到今年才完成投稿 并且发表这个事情 然后在我的研究过后 我认为台湾有三种盾头蛇 一种是原来的台湾盾头蛇 没有疑问 那第二种就是 我认为那个被取消掉的 第二种盾头蛇应该是有效的 所以我就把它恢复成原本的名字 叫居景式盾头蛇 第三种就是我们的泰雅盾头蛇 那泰雅盾头蛇就是一个全新的物种 就是一个台湾的特有种 是 那因为大家 其实很多人以前都看过 但是就是不知道说它是 它是一个不同的种 因为讲真的它是 那三种都长得还蛮像的 是 所以大家看到蛇 就鼻子微孔不及了 对 除了少数人会把它抓来 仔细观察的人不够 对 还要再从DNA上或这边来验吗 是 那个遗传工具是近代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 那我刚刚讲那个1997年的教授 他认为这几种是相同 主要是因为他根据的这些标本 都是泡在药水里的 那这个药水泡了以后颜色会变 所以很难经由颜色来判定蛇是不是想懂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当时没有用遗传工具 因为那个年代遗传工具其实还不普及 是 听懂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说从这个来鉴别 是 所以也因为你的一个新发现 让台湾的物种都称加一 是不是新物种叫特有种加一 好 那我们再回过来谈 实际上对以你们这个阶段 你这个年纪来看这种 在到国外再去在自然界里面 悠有的一个思维 跟我们找其他念书 跟他找工作 你现在一直想要寓教于乐 就是工作中带着一种 在外面闯荡的一个气度 你觉得这个坊间 大家有没有跟你一样想法的人多不多 可能有 但是碍于各种现实 不愿意去做而已 我想有这样子热血 或者是梦想的人应该是还蛮多的 但是始终有没有跨出第一步 去来进行这件事情 那我当然希望说我们自己的这件事情 然后可以做得更好之外 我还希望也许我们的这个公司 可以往后提供一些工作机会给 比方像我一样念生物出生的一些专家 但是我晓得相对我那个年代 现在来讲整个的社会环境也会好一点 比方说我曾经来这边节目有一大堆 有一些朋友们 常常带大家去普罗州里面 去尝试去看那些巨大的那些鸟啦 蜀鸟之类的这些 蜀鸟 蜀鸟鸟 是啊 这都是一个 还是有一群乐中于大自然界的爱好者 他们愿意拔山涉水去观察那种新鲜的一个动物 所以整个社会氛围也改变了很多 大家觉得跟大自然接触也不再是一种奢侈跟梦想 也不再只有从电视上你看得了 看得出来 所以以这个马达加市家得天独够的地区上 你也觉得它是一个可有趣的一个 大家值得花点时间去做探索的地方 有 绝对值得 那这个马达加市家大家 其实大家对于马达加的生物章心是如雷贯耳的 但是之所以比较少人去 是因为第一个它可能比较远 第二个它可能各方面经费稍微贵一点 那第三个就是当地的旅游资讯非常的不明确 我自己去過之後 回來我要去規劃這些事情 也還都是非常的要想很久 所以如果說有人可以幫忙 排除掉這些困難 然後再帶領你到那邊 去探索這些生態的時候 同時還可以解說一些事情 那我想大家應該是 應該是會想去的 所以以你來講 像我們一般來做 這樣子的一個旅行 你們我們一般需要 具備什麼樣的一個嘗試 還有帶什麼樣的裝備 我想裝備上 像我這樣子的野外的穿著 基本上都是沒有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 大家去那裡可能 單純不是想要只用眼睛看 可能想要照相 那照相的話 各種攝影器材其實都可以 那有的人喜歡照片 可能好一點 他就拿大台一點 那有的人喜歡輕便一點 就是拿小台一點 其實我個人喜歡輕便一點 但是我必須要累積一些 比較好的照片 為往後做這些準備 所以我還是不定一定要帶大台 但是它某方面它保存著 大自然界幫它保存得更好 原因是因為那邊地 就是人口沒這麼多 所以它物種的保存 即使人類把它消滅了一半 但是還是成為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某塊區域的一個諾亞方舟 到現在還是扮演這樣公園 所以有時候從台灣島到馬達加斯加島 這也是一個蠻值得大家來做 有趣的一個探索 同樣的一個大陸旁的一個島嶼 有不同的自然的景觀 當然有更多的不同的野生動物的 一個情環 所以我想這也是劉先生一直想要 去跟大家做的一個希望說 大家都來接觸 所以這也是你的一個夢想之一 是不是 那馬達加斯加島其實像剛剛主持人說 就是很多南北迴歸線通過的區塊 都是乾旱之地 那台灣因為德天土後 有黑草或者是季風 然後中央山脈要很高 所以它會攔截很多魚 那馬達加斯加其實有一點類似 那它在...沒有錯 它在南迴歸線通過的那個區塊 是很乾燥的沒有錯 但是在稍微北邊一點 東邊一點 它們也有一個類似中央山脈 然後它們這個中央山脈攔截的 南半球的信封 那所以它在中央山脈的東邊 就比較好 是雨林 對 甚至東北邊是很類似的在雨林 但是西邊真的非常乾 是 甚至在最南邊有一個 一小塊區塊 我認為它基本上就可以稱之為沙漠 是 對 那所以到馬達加斯加一個 相對於整個非洲大陸來講 比較小的地方 但是它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方雨林 那它有高地森林 它有半沙漠 甚至沙漠 各種體驗都有 是 瞭解 實際上有趣 如果說大家都是在這個地球村的一份值 如果在某方面的虛格的條件下 你可以去看道具看看 另外一種不同的一個生物 不同的一個地理環境 我想從別的地方回來看台灣 實際上這邊我們這塊島嶼上 大概只有馬達加斯加的十六分之一 我們物種多大陸性也不遑多浪 我們更多的是人口 但是所以我們 也從別的地方來看我們自己 這個島嶼的一個 本身的一個物種多大陸性 類似鑽石般的一個島嶼上面 我們不會讓它永續下來 也是我們的課題 從外面看 從裡面學習 也是希望在經典雜誌的一個觀眾朋友 或是我們的讀者 開始對這種大自然間保持的好奇 也保持的一個 更具備有一個保育的心態 我們希望我們的遊先生 實際上在這個年紀上來做這樣的事情 是一個冒險 但是我們希望他的夢想能成功 再三謝謝你 也歡迎小同學今天 繼續看我們的經典.tv 經典雜誌五月號封面故事 空間記憶 支線鐵道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 與交通心的需求出現 鐵道的功能被重新看中 支線更被賦予情感及文化價值 完全今日將王àn圣 明文字幕提供 切崛 此 После